大齋期四十天 诗篇灵修 主题四 信福与放下 第三十三天 向山举目 诗篇十八篇第二节 耶和华是我的岩石 我的山寨 我的救主 我的上帝 我的盆石 我所投靠的 他是我的盾牌 是拯救我的国 是我的高台 在某年的夏天 我们全家去新西兰旅游 要从A城市 驾车到B城市 就发现有两条路线可以选择 一条就需要五个小时 另一条只需要两个小时 我们想都不想 就选择了后者 在下午两点 我们很轻松地上路 不过没多久 我们就进入山区 里面是高耸入云的雪山 在阳光的照射和蓝天的衬托底下 阵营剔头 另一边就是银座素果的树林 和远处平原的美景 我的小朋友就在车上 不由自主地唱着 我要向山举木 我的帮助从何而来 这首歌曲 路上的冰雪越来越厚 突然间我的车失控啊 很快地向下线态 而所划痕大约十多米之后 就被山壁挡住 而另一边就是几百米深的悬崖 这个时候 手机又没有讯号 也没有车经过能够帮助我们 天色漸暗 气温骤降 无助 惧怕的我们 唯有继续讨告祈求上帝的帮助 正正在这个危急的时候 对面竟然有一辆车 慢慢骑过来停在我们旁边 原来车主是一位专业救助人员 他察觉到我们需要帮助 于是他就主动提出 在他的援助和护送底下 终于平安回到A城市 第二天早上 我们从铺天盖地的新闻里得知 原来昨晚新西兰是经历了 八十年未遇过的大暴雪 我们心里又有愚愧 回顾整件事件 无知和骄傲 让我们选择了一条危险的死亡之路 我们可以得救 看起上来是因为很多的巧合 巧合我们的车线态的角度 是向山的方向 巧合我们遇到既好心 又有急救工具的专业人员 合考捕风雪还未提早来到 不过我深信 这些所有的偶然背后 一定是一份必然和超然之爱的保护和承托 上帝在急难之中救了我们 这个时候我们先听一听 诗篇十八篇一至六节 耶和华我的力量啊 我爱你 耶和华是我的岩石 我的山寨 我的救主 我的上帝 我的盆石 我所投靠的 祂是我的盾牌 是拯救我的角 是我的高台 我要求告 当赞美的耶和华 这样我必重受的手中被救出来 曾有死亡的盛索纏扰我 匪累的急流使我惊惧 任间的盛索纏扰我 死亡的网络临到我 我在急难中扣高野和华 向我的上帝呼求 祂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 我在祂面前的呼求 入了祂的疑众 在大胃跌跌起伏的人生经历里面 祂亦无数次经历软弱 病痛苦难和危险 死而后生的祂 又冲地发出感叹 刚才读到的诗篇十八篇第二节就看到 我的救主 我的上帝 我的盼石 我所投靠的 人定圣天的毫马之情 仿佛是一剂毒药 扭曲了无数人的自我认知 而这个世界避不开的苦难 有时就好像一枝解药 帮助我们认清 人有罪并且有限的本质 欠卑地转向那位 至高的权能者 向祂护求 而祂听到我们的声音 祂也会应许 犯投靠祂的 祂变作他们的囤牌 我的小朋友的歌声 再一次在我耳边回响 唱着 我要向山举目 我的帮助从何而来 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各位朋友 当我们反思的时候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些难处呢 当时你向谁求助呢 谁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呢 这样的经历 如何改变我们的生命呢 让我们一起祷告 自爱的天父啊 好多谢你 一次又一次地保护请求我 甚至很多时候 是超乎我所闻所见 以及所知的 我气息的全流 就是你恩典与爱的名正 愿我一生 单单信靠你 仰赖你 愿凡有气息的 都来清重你 奉主命求 阿们